去年基期最高的是第一季 所以今年第一季很容易衰退 所以美國的第一季的經濟成長率就衰退 可是下半年就會慢慢復甦了 所以下半年應該經濟 就會慢慢回到成長的狀態 成長狀態呢 市場上就開始有信心 大家就會想去追高成長股 所以電子股可能會先見底 那已經見底了嗎 還沒 還要再等它跌嗎 可能要再等一次 等六月 六月升級過後 市場上就可能很明朗 還有六月的時候要觀察油價 布蘭特原油有沒有跌破 如果 布蘭特原油跌破 代表整個頭膨就受到一定程度的壓抑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就是要有錢 我是主持人小畢 我們都說在升息年超級難買的投資 感覺處處的碰壁 可是我們今天邀請到李澤成老師 就來告訴大家 升息不是值得害怕的事 因為接下來聯準會的升息 他已經啟動了 接下來只會升的越來越多 越來越快 為了要壓制通膨 可是現階段要怎麼樣來投資呢 老師 現階段 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等聯準會升息升三次 我們先努力賺錢 對 荷包有錢再說 怎麼說呢 聯準會升息 三月份先升了嗎 五月又升 接下來他們說 到了年底 每一次的升息 可能累計起來 聯準會會升10碼 對 這是牧場上最 大家的比較普遍的想法 會升到10碼 就是說 今年三月份升一次息 升了一碼 另外五月升了兩碼 另外六月也要升息 可能也是升兩碼 因為聯準會在 這個上次 升息兩碼 年底學會議這時候 他的最後的結束之後 鮑威爾表示 沒有積極考慮到要升息三碼 所以市場會認為說 這個六月大概就是兩碼 會慢慢升 不會一次升三碼 另外也宣佈了這個縮表 縮表一般本來市場 讓任務會 每個月說950億美元 可是這一次的這個聯準會 開會結果呢 每個月只縮表475億美元 另外是從六月開始 這個做縮表 那到九月之後呢 才會提高到950億美元 那這個數字坦白講 一般這個投資朋友 有些人會說 這個陰中戴哥啊 或是什麼講法都可以 可是實際上 如果你有去長期去研究 美國的這個聯準會的升息動作 很少升到兩碼 所以升兩碼 其實是一個相當強硬的 積極的升息動作 聯準會主席鮑威爾表示 沒有積極考慮升三碼 從兩點半開始 這個美國股市就急拉 拉了當天好像拉了900多點 這幾個天又暴跌 對 因為什麼 因為大家睡起來想 兩碼還是很大 所以說市場 一醒過來 就是說 其實這一次的動作 是非常大的升息動作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從聯準會升息到現在為止 全球的金融市場波動還是非常大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強硬的動作 那有些人會解讀是一個這個 因中代格 可是我的解讀是 他是一個蠻強的動作 要很小心 這個聯準會 接下來六月還要繼續升息 所以下一次聯準會升息的這個時間 要公佈利率決策會議是在 6月16號 所以還有一個月的左右 讓市場去 這個調試一下 大家要接受 可能下次兩碼會升息兩碼 OK 因為每一次我們從美股 然後跟它的利率來講的話 它的走勢也算是亦步亦趨囉 沒錯 這邊有一張圖 這張圖是2005年 美國的聯邦基金利率 跟道琼工業指數的關係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聯準會 如果升息的時候 剛開始升息 可不可以看 你2015年在升息的過程中 其實美股道琼是漲的 這邊開始 這個利率就升不上去 因為美股已經暴跌 所以聯準會後來是降息 這個是 這個是美國的利率決策會 因為聯準會會用利率來去做 一個個市場資金的調控工具 2015年開始 這個股票上漲起來 然後呢 這個通膨就開始有點隱憂了 所以聯準會也怕過了 從2015年開始 都就慢慢升息 一直升到 一直往上升 升到了2020年 我們看這張表一個狀況 就是說聯準會剛開始升息的時候 其實初期會有一個 我們看2015年 在升級初期的話 道琼工業指數會震盪哦 震盪之後呢 大概震盪了半年 市場上大概也知道 聯準會未來就是這樣的動作去升息 然後呢 股票市場就慢慢回穩之後呢 就繼續往上漲 所以我們可以預見在 以這張圖形來講 其實今年的股票市場上半年 反映 聯準會升級的動作 應該會反映到一激到兩激 那如果在下半年 整個通膨的壓力舒緩之後 我相信整個市場呢 這個美國的聯準會有很多的動作 來刺激經濟 我想明年的景氣應該是不錯的 明年 可是會不會今年下半年還是不好呢 因為我們看這個美元指數還有通膨都很高 今年其實少年不好 有兩大原因 第一個就是過去 股票市場漲了兩年 漲太多了 對 漲兩年 如果各位 如果看美國一些高科技股 等一下可能會提到 還有台灣的一些電子股 都拉得非常大 而且因為資金氾濫 我們可以我們有印象 去年的年中 台北股市的成交量 一天有六七千億 對 所以市場的油脂是非常氾濫 那市場的資金太多了 在追逐股票市場 就把股市拉得非常高 所以說北米拉得非常高的同時 那今年呢 又遇到了這個通膨高漲 聯準會在收縮資金 所以今年在調整股價 調得非常兇 你看這邊有一張表格 聯準會在5月4號升息之後 到5月10號 幾個市場上所關心的商品或指數的變化 比斯波動率指數呢 在這個5月4號的時候是25.4 在聯準會升級之後呢 恐慌指數竟然是漲了快三成 對 就代表過去聯準會升級之後呢 股票市場 並沒有大家想像的是利空出鏡 反而是大家越來越緊張 利空才開始 對 越來越緊張 因為一次升兩碼 很多 對 很多 而且6月又要升兩碼 所以對於一些 這個需要用資金所推動的商品 特別像就是股票市場 或是這個像一些比特幣 或原物料的商品 其實都有很大的拉回 就像我們 我們如果投資朋友 我再看一些原物料的行情 在聯準會升級之前 有些原物料的行情還在漲 可是聯準會一升級之後就開始跌 所以我們看這邊的數字呢 我們看 這個Politei指數在聯準會升級之後 還表現還不錯 漲了18個百分點 那每年指數呢 竟然沒有下來 還在 在5月10號的時候呢 比聯準會升級的時候 是102.51 又漲了到103.92 所以每年指數還是非常強 因為 6月還要升級 可是你看黃金的價格 黃金價格已經從2060 已經跌到1883了 聯準會升級之後呢 幾天他又跌了2.35個百分點 另外黃豆期貨 這個也是跟這個農作 農作通膨有關的商品 各位看 他也跌了2.85個百分點 另外銅 銅是一般投資朋友在 在做這個金屬的話 非常會看的一個商品 銅跌了4.34個百分點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原物料什麼銅啊 鎳啊 天然氣 就是一些能源相關的 跟油價 還有呢 就是在股票市場 像 稻窮跟費半 還有 NASA指數跌最深 NASA指數跌了快一成 另外比特幣跌最慘 跌了15% 所以短短幾天 聯準會升級之後呢 很明顯的看到 原物料價格大幅度的回檔 比特幣也大幅度回檔 另外美國科技股回檔 幅度也很大 老師我要問了 美國科技股回檔 是不是很多人已經準備好 現金要來進場了 就有點像是像之前我們說 投資台積電一樣 因為它跌太多 跌太熊了 對 可是這裡面還是要 有一些商品 個別的股票 我們要去分辨 比如說我們知道 今年絕對升的是這檔個股 Netflix跌了7成 因為什麼 因為今年的油價高漲 油價高漲不是 不是今年第二季的事 油價突破了這個90美元 就越漲越高 最高到130 所以可以預見 在這個Netflix還沒公佈財報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 因為你油價高漲會影響 可支配所得 它對各行各業都有影響 比如說 我如果是一個這個一般的家戶 如果我平常去加油的話 一個月假設我加油是4000塊 因為油價高漲變成6000塊 那我乾脆就不要訂這個訂閱的 像Netflix這種訂閱制的一些串流平台 對 所以它影響的像Netflix 像Amazon Amazon是它的成本拉高 所以你看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所以今年的高通膨 影響這些企業獲利 影響的非常大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面跌的比較少的是Apple 所以代表說 這一家公司其實可能是未來 有強烈競爭力的一些個股 另外跌的比較深的 就要特別小心 像這個 像Netflix要小心一點 所以不要看到它跌深就進去 對 第一階 沒錯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本益比 有的股票跌的本益比還非常高 像半導體目前的本益比 雖然跌了一陣子 像超微 像這個愛斯摩爾 今年都跌了三成多 可是可以看到 它的本益比都還在30倍以上 是 所以或許在 下一次美國聯準會在升級的時候 股價還會被在有修正的空間 他就是要把它這個本益比壓到 很低很低 才有可能進場 一般我們在看美國這些比較強的 半導體股 它的本益比 通常啦 就是說 40幾倍太高了 像 像 你看 它跌了三成多 本益比竟然還有30倍 就代表它其實有拉到五六十倍過 以美國的這些高層檔股 通常30倍本益比就很低了 就可以去接受 不像台灣可能要很低的本益比 因為美國的這些企業都是全市場 非常強的企業 台灣的半導體股 今年跌對兇的是這檔個股 我想半導體股裡面是比較大的公司 股王系列跌對深 那為什麼跌對深呢 因為過去兩年 市場資金太氾濫了 這個系列去年賺了61塊 如果你給他30倍本益比是1800 可是他去年最高漲到5490 因為大家也知道他本益比很高 可是因為油脂太氾濫了 不買又不行 那法人就拼拼追了嘛 所以這是在過去兩年 多頭市場的時候 把很多台灣的電子股本益比 拉得非常高 所以要利用這一次 今年的這個聯準會升息 還有種種的利空 來修正本益比 就跟2020年來講 一次把它修到位 這樣才會醞釀下一波的大漲行情 所以我們看這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有些公司 其實你在未來的一兩個月 可能股價就不會跌了 那代表他可能快修正完畢了 比方說誰最有可能不跌 前面兩家 為什麼前兩家最有跌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本益比 已經修正到很低的位置 聯發科去年賺70.56 那今年一般的券商 因為DG他賺了 EPS超過20塊 所以一般券商 估的今年的EPS都在75塊 有的樂觀可能估到 接近靠80了 你如果用10倍本益比 其實是700到800已經很便宜了 所以這個 有可能已經修正快完了 在資金緊縮的狀況之下 沒有辦法再給那麼高的本益比 就殺殺殺吧 那殺誰先開始殺 電子先開始殺 可是最近觀察金融 好像也有一些鬆動 沒錯 有上面是金融保險指數 下面是電子指數 對 那各位看到過去從2001年到 到2021年為止 各位看這個圖 這個圖可能我來解釋一下 就是電子先跌 先講結論 電子跌 後面金融股就跟著跌 所以人家說金融漲是尾聲 沒錯 沒錯 為什麼會金融漲 因為電子股在跌的時候 市場不敢碰電子股 可是如果有些人還想 對股票上有期待 我就會去買金融 就買金融就這樣 所以金融股就是在攻尾巴的 所以台北股市也很清楚 可以看這個時間點都一樣 我們看2007年的時候 電子股大跌 因為刺激房貸問題 電子股大概高點 是在2007年的年中 可是可以看金融指數呢 落後半年是在年底 所以金融指數大概會落後 電子指數高點差半年 那我們再看今年的情況 電子股指數是在去年第四季 或者1月就見到高點了 可是我們台灣的金融股的高點 是在第二季 所以是這次沒落後那麼久 大概也差了快三四個月 對 就差了一季多 所以股票市場 這些東西一直在循環 我記得的 我們上次在講金融股 就說 小心點 本益比太高了 那個時候 我們是用一個景氣的循環周期 覺得三年 大概金融股就會出現一個大跌 所以那個時候 我還下了一個結論 我記得2023年 我們再來買金融股吧 現在看起來好像是神預測嗎 沒錯 因為你看 你看這次金融貴股指數 大概每次都三年 對 三年 三年 我們上講說 這個大概已經漲了三年了 要小心一點 那它每次大概跌了一年半 因為電子先跌嘛 然後來金融股 為什麼會跌 因為金融股裡面比較大型的股票 像國泰金 還有這個富邦金 他們有很多的獲益是來自於 這些投資部位 那電子股如果 電子股一定是大宗嘛 那如果電子股已經跌了半年一年 那今年所能貢獻公司的獲利 一定少很多 所以到時候的獲利就會下糾 那這兩家公司一旦下糾 那其他的本益比較高的 像 今年在第二季所拉的就是升級概念股 一些新銀行股呢 因為本益比像這個 我們講富邦金去年賺12塊 股價在60幾塊 本益比才六七倍 新銀行股呢 賺兩塊多的像幾家銀行股 本益比拉到20倍 結果富邦金本益比只有五六倍 在多頭在漲的時候 大家都不會去想這個問題 現在大家會想 因為你一家公司賺12塊 股價70塊 那另外一家公司賺兩塊 股價已經四十幾塊了 那法人就會去調整部位了 所以大概是一個 他在法人的調整 我想只要股票一回檔 法人的動作就會很積極了 那電子已經跌的那麼兇 我是不是先把一部分資金 先去買電子 金融我還是在等 這個我們剛才講個重點就是 漲的時候是先漲電子 然後呢 最後漲的是 補漲的是金融股 另外跌的時候是先跌電子 所以電子會先落底 因為我們今年的低季 為什麼會漸高點 因為去年 如果各位有看到這個經濟成長率 去年積極最高的是低季 所以今年低季很容易衰退 所以美國的低季 這經濟成長率就衰退 可是 下半年就會慢慢復甦了 所以下半年應該經濟 就會慢慢回到成長的狀態 所以他成長狀態呢 那市場上就開始有信心 那大家就會想去追高成長股 所以電子股可能會先見底 那已經見底了嗎 還沒還要再等他跌嗎 可能要再等一次美股 年準要再等6月 6月升級過後 市場上就可能很明朗 還有6月的時候要觀察油價 布蘭特原油有沒有跌破95美元 如果布蘭特原油跌破95美元 代表整個通膨就受到一定程度的壓抑 這時候呢 這個通膨不再是議題 那成長型的這個個股 又回到市場上主流的焦點 好 所以我們下一個小小的結論 就是電子應該還沒有跌完 我們要看一下6月16號 聯準會最新的利率決策會議 到底釋出來什麼樣訊息 假設升兩碼 其實也算符合預期了吧 如果升兩碼之後 布蘭特原油 一直往下跌 跌破95塊 就代表這個聯準會的動作已經生效了 那接下來聯準會就不會有這麼 可能就不會這麼強硬的動作 再對在升息 可是就是下半就一麻一麻生 市場上就會慢慢回復這個正常的狀態了 好 所以優先理財投資的部位 還是會先電子 只是電子必須要等他落底 金融我們可以說 至少半年就先不用去看他了 沒錯 是嗎 沒錯 因為他可能 因為他晚電子跌 所以他可能在一個正在跌的階段 對 而且本益比目前來講 很多金融股本益比還蠻高的 OK 好 所以我們先講一下 先看6月 然後再來預測整個下半年的行情 那金融股的部分 如果大家手上有的話 還是以存股為目的是沒問題的 就每個月買買買買買買 可是如果你想一筆投資定生死的話 先不要好不好 我們還是手上握著現金 等到電子回落到了一個底部的時候 我們再來進場加碼 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好的策略 今天非常感謝老師 大家記得影片要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我們來看一段工商服務 所以這邊呢 告訴大家汪汪水神 維酸性電解刺激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購 輸入雅婷的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